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访谈节目 本期邀请到的嘉宾是 这位嘉宾真有幽默感 宁宁作为一名人气角色 我们收到了不少来自观众的提问 第一条 请问您说话一直这么优美的吗 多是公司那帮欠标的小可爱 改造了我的连续信标才这样的 我真正想说的话 你得对上这张表来翻译 这张表似乎不是很全面 就比如您之前对影片的评价 爱你太爱你了 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公牛插座 哦 牛 但五五博又是什么意思 你倒过来念 我五五 是上下颠倒 哦 是妈妈 下一条提问 请问您对自己的定位怎么看 这还不明显吗 小可爱 我淘宝为的当然是主C了 可我看你更想辅助 蛤 长命的单点抄缝 加资源支援后的二代控制 然后只要把资源全部盖掉 就没有队友会受伤了 而且从身体构造上来说 怎么说 很明显你是天大的辅助 你他宝贝的莫非是个天才 过家过家 最后一条提问 波提侯的墙指谁谁是友军 请问你的九毫米口径 是什么友谊魔法棒吗 你还别说 仔细想想 他宝贝的的确如此 还记得我每次去公司的时候 大胆入侵者 你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还不赶紧速速投降 回来 朋友 大哥 有话好好说 你看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想和我做朋友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对了 那还有一个呢 别动 把手举起来 等等 我有话 还有一个走火了 六 对了 这要你从爆炸的公司飞船下来 是怎么安全着陆的 这个我也不记得了 可能是我他宝贝的运气好吧 您有其他人的爱的马选手 请继续处理 就是这样我有事得先告辞了 下次有采访期的再找我 给你们打几个之后 他宝贝的 爱你 太爱你了